Hello小伙伴,我是小玲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探Rose玲玲这家店铺 之前有小伙伴让我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出入职场穿的衣服 我个人觉得这家店铺的风格和定位还蛮合适的 那今天呢我一共会跟大家测评五件单品 有风衣、裙子、衬衫、针织衫 都是我个人觉得在职场当中比较常用到的一些单品 那今天除了测评之外呢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日常当中的一些职场的穿搭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视频 今天我把要测的单品分为三档 值得购入一般和不推荐 那我们就先从值得购入的单品开始吧 裙子的长度和款式 如果不是要求每一天都穿正装的一些金融机构的话 是适合大部分职场的 它的长度适中 然后有一点这种不对称的小设计 当然又不会太过 A字的版型呢是适合大部分的一个身材的 那像职场中经常会穿造一些比较正式的包吞裙 对于我这样的离性身材呢是不那么友好的 但是这个裙子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它面料是太软了 所以会有点显小肚子 我真的很喜欢它的面料 就是粗酸纤维的 这个面料好像之前在我视频里面没有跟大家详细的说过 它其实也是一种人造再生的纤维 是从木浆和棉短绒里面提取加工成的 但是它的垂坠感光泽度 以及抗皱的性能 还有抗气球的性能 都是要优于一般的聚质纤维的 可以说它是平价的就是这种桑残丝 那如果觉得买这种天然的真丝啊 桑残丝面料太贵的小伙伴呢 其实可以真的尝试这种粗酸纤维的 我自己是买了很多种粗酸纤维的单品 像我今天录视频穿着这件黑色的衬衫 它就是粗酸纤维的 这件豆沙色的风衣拿到手后 它材质的一个垂坠感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就我自己平时上班 如果选这种产款的外套的话 我比较倾向于去选就是面料 有垂坠感不易打皱的 因为我自己平时上班的话 是经常要坐在那里的 所以就不是很喜欢站起来衣服 后面有很多褶皱 这件风衣的价格真的是比较贵的 但我觉得如果是已经上班的小伙伴的话 真的可以把就是买两件风衣的价格 合起来买这一件就够了 因为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做工款式 各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因为就是它的价格就是比较高 那从质量方面呢 我觉得就单从我自己说 什么没有线头啊 走线工整这些方面 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说服力 所以这次呢 我就尝试找了一个 大家比较熟悉的参照物来做对比测评 因为这件风衣的价格呢 基本上跟Zera Mango的这个风衣价格定位是差不多的 那我选了Zera这件风衣 跟它进行一个比较 就单从质量的这个维度来测评 大家可以从镜头里面看到 就是这一件单从它的质量 做工这个方面来说呢 我觉得甚至是要比Zera这件更好的 我这次没有找到就是价格款式面料 完全一模一样的单品 来跟它做对比测评 还请大家谅解 但是尽量找到一个比较贴近的 我觉得至少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下面一起来测一般推荐的 就我自己的一个购买经历来说 我觉得不管是品牌还是淘宝店铺 它里面肯定有一些值得 我们去购入的高性价比的单品 也会有一些单品的性价比就不那么高 这个摊店的内容呢 我还是秉着跟大家一起来挖掘一些 好的店铺这样一个初衷去做的 每一期摊店呢 都是我自己之前买过一些 我觉得还不错的店铺 那才会这样集中出一起来 跟大家一起摊店测评 但是我觉得即便我这样去做了 其实我一个人的力量 还是比较渺小的 因为我的这个摊店测评 还是基于我自己多次的这个购买经历的 它很难做到非常的全面 所以我希望就是小伙伴 在我每期的摊店里面 如果你正好在这家店买过一些单品 那究竟它的质量啊 款式各个方面怎么样 欢迎你们在评论和弹幕里面分享出来 这样可以给更多的小伙伴 有一个更全面的参考 说回这件一般推荐的毛衣 为什么一般推荐呢 我个人还是觉得它价格偏高了 因为它的材质呢 是一个羊毛羊绒混人造纤维的 但其中羊绒呢只有7.5% 如果这件它是一个全羊绒的话 它这个价格我是比较能够去接受的 但是整体来说呢这件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 就是款式啊做工质量各方面 但是就总觉得它性价也没有那么高 那像这种慵懒版型的一个针织衫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找到一些评价的替代品 所以这件呢我更多的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我穿单方面的想法 也是比较适合职场的 像这种款式和版型的针织衫 或者是厚一点的毛衣 大家在秋冬的时候肯定已经入过了 那春天的时候就不要再重复再买这样的单品了 可以直接把夏天大家经常穿的吊带裙啊 半裙啊拿出来 然后这样跟它搭配起来 如果大家觉得就是单调 就是没有一些亮点的话 可以尝试用丝巾来增添一些亮点 那我自己在职场当中的穿单呢 我比较注重简约舒适和得体 它可能就是不会太过于的时尚 因为在职场当中 至少就是在我的市场 如果穿的太过于时尚的话 是不那么得体 不那么合适的 下面跟大家测评的两件呢 是我不推荐的衬衫 先跟大家说这件橄榄绿色的吧 它的材质是一个锯纸纤维的 它做工质量呢 是要比Mango Zara这类快时尚品牌的 一个衬衫要稍微好一些的 但是它价格呢 也要比它们贵一到两百元 它的这个定价呢 是介于Zara和Massimo之间的 Massimo这个品牌呢 我经常买非常适合职场 特别在它季中打折的时候 衬衫差不多就是三四百元 我觉得它款式质量 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所以这件衬衫呢 我真的觉得它的性价比 就是偏低了一些 所以更多的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搭配方面的想法 这组搭配呢 我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配色方面的 因为它款式呢 确实没有什么特别 这组颜色呢 是一个冷暖色调的一个撞色 大家在日常当中运用的时候呢 跟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那组红蓝配色是一样的 就是你选的这两个颜色呢 至少是饱和度或者明度 有一项呢是接近的 那我今天选的这两个颜色 它的明度比较接近 所以配在一起就比较柔和和谐 最后这件呢 我觉得也是性价比偏低的 就整体来说呢 它没有一个明显的缺点 但是它款式的设计方面 也没有太多的亮点 可以说就是一个 基本款的衬衫 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 在优衣库里面 找到这种评价的替代品 最后跟大家分享 这套串单呢 不适合职场 比较适合游玩 那大家工作累了的话 总是要出去玩一玩的嘛 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OK那这就是我今天 所有的测评的内容了 希望大家能够 喜欢这期的视频 大家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你